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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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汉代的纪元是汉文帝后七年 汉文帝在魏阳宫驾崩 享年四十六岁 作为一位了不起的皇帝 汉文帝的遗诏对自己的身后事做了非常详细的安排 这份遗详细充分体现了汉文帝非常可贵的乐田之命宽人宣莫公俭至律的这样一个可贵的品行 汉字细充分体现了 把汉文帝把汉文帝的遗诏全文都给收录进去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遗详细充分体现了 这个遗详细充分体现了 这个遗详一开篇 他就讲 盖天下万物之门生 弥不有死 实则天地之理 万物之自然 惜可甚哀 当今之事 歇加生而勿死 后杖以破业 重负以伤生 无胜不取 他说 天地万物 哪有不死的呢 死是天地之理 所以说 人对自己的死有什么可悲哀的呢 表达了他这么一种乐观之命的这种态度 接下来他就讲了 现在人们怎么对待死 现在大家都喜欢生 都怕死 然后呢 都护仗 甚至说 把家里边都给弄穷了 然后呢 为了死者呢 负伤很重 让生者的身体都受到伤害的地步 他说 我非常不赞同这样做 接下来他就讲了 他说 我本身也没什么德行 也没为老百姓做太多的什么事 现在我要死了 还让老百姓再来 过度的来吊伤 来挨刀 然后浪费国家大量的钱财 护账 这个都会加重挣得实得 这怎么能对得起天下人呢 在这个诗书里边 他说 我认为啊 不应该这么做 现在呢 我呢 已经是镜像天年了 我知足了 将来呢 死后呢 我还可以到高地的宗庙 在奉扬我的先父 这有什么可以悲哀的呢 所以我坦然面对 韩文帝还召告天下的这个成名 你们一定要明白我的心思 就是要伤势重减 不要铺长浪费 甚至韩文帝还规定了 以后我的这个灵物里边要博障 不用这个精英贵重的宝器 甚至他还规定 自己死后 这个后宫中的妃嫔 从夫人以下一直到少使 都要送回母家 我们看韩文帝的这个诏书 人都死了 临死这个诏书下的 给人的感觉还是 公俭之律 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的感觉 所以这个千家学派的大家 赵毅就讲啊 汉招多句词 汉代帝王的这个诏书啊 写的都是小心谨慎的 多句词 句这是恐惧的句 两汉之帅 但有云主而无暴君 以家风使然也 说两汉 虽然说有拼云的皇帝 但是没有暴君 为什么呢 因为汉代帝王 家风好 他们对历代帝王的培养 都是要求大家 自律 严以律己 你从汉文帝的这个遗诏里边 来看 这一点体现得特别的典型 把一个体驱下清的人均的这个特点 体现得是淋漓尽致 汉文帝刘恒呢 在外二十三年 二十三岁继任 活了四十六岁 那么汉文帝刘恒留给我们的历史肖像 历史形象是什么样的呢 司马迁啊 曾经描绘汉文帝时期的这个人民的生活 他说 百姓无奈外之妖 德西坚于天母 天下应付 数字十余钱 铭记废权 烟火万里 可谓和乐者乎 他说 老百姓取消了这个内外的妖艺 得以修养生息 积极的农耕 然后呢 天下富强繁盛 粮食还非常的便宜 社会安宁 政治清减 所以呀 人民呢 安居乐业 生活幸福 我们说这个奄然就是一幅盛世图景啊 他的产生 司马迁认为啊 正是源于汉文帝本人的这个 德志胜也 欺不仁哉的这种可贵的品格 英勋守成 是汉文帝 他的这个历史肖像 也是他为政二十三年的政治底色 当然 稳定 稳定在传统社会里边我们说它是为政的美德 创业者要知风谋雨九十一生 一难而上 而守成者呢 必须把稳定作为第一要义 守成的这个继位者 一定要有一种意识 什么样的意识呢 天下 重器也 得之至坚 守之至坚 要有这样的意识 国家 是一副重担 得到它 当然非常艰难 非常不易 要守住它 也是同样非常艰难 非常不易 所以说啊 有了这种意识 那么的话 你就知道了 太平之事难得而义识 这是个真理 你得懂这一点 汉文帝刘恒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了 所以啊 我们看汉文帝任运的这个重成 非常鲜明的特点 汉文帝 在外二十三年 任命的丞相总共是五个 成平 周伯 冠英 张昌 生涂家 这五个人 成平 周伯 冠英 这都是一个开国元勋 也是能够使汉文帝登上地位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 这是工程 其实到汉文帝四年的时候 成平冠英就相继老病而死 那么接下来汉文帝任运的丞相是谁呢 张昌 张昌在秦的时候就是一个优秀的官员 汉文帝时期张昌做丞相 一直到张昌已经九十多岁了 然后才因事而被免掉这个丞相职位 随着张昌的年事已高 居相为辅佐汉文帝多年的他 终于在九十多岁高龄时卸下重任 细数文帝时期之前的丞相人选 每一个都是大汉王朝的古宫之臣 但也有着九在朝堂难有突破的弊端 那么在张昌之后 汉文帝刘恒又会选择哪位重臣担任丞相一职 在选才用人上 汉文帝又有着怎样的不足呢 张昌免相 那么接下来该任命谁呢 我们说在这个时候 工程对这个汉文帝的射走啊 已经是几乎没有了 资格最老的张昌已经九十多了 还有谁啊 没人了 这个时候从汉文帝的本性来讲 他特别想任命谁做丞相呢 自治通宣记载了这么一句话 皇后帝斗广国贤 有行欲向之 曰恐天下已无私广国 久念不可 说皇帝本来以为 皇后的弟弟 也就是自己的小舅子 外企斗广国 贤德 贤明 有德行 想把他任命为丞相 但是呢 他又说 恐怕天下人以为我任人为私 是因为 斗广国说 我小舅子 所以我任命他 翻来覆去 想了半天 觉得还是不能这么干 那最后怎么办呢 还是从 剩下的工程里边再找 再找就最后找到谁了 圣徒家 你看 这个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个汉文帝 小心 谨慎 慎之又慎的这么一个 为这样的这么一个风格 保守 我们一定要知道 在传统社会 它是一种美德 当然 过分的保守 那也就不是美德了 汉文帝运人啊 有无过分保守之嫌 这一点上 我们一定要知道 你看 古人啊 早就发现了这一点 汉文帝啊 在有感于当时 驯奴屡次犯边 他曾经跟丰唐有过个对话 说 我这个时代 怎么没有像李牧 这样杰出的大将呢 丰唐就告诉说 即便有李牧 有连波这样的大将 在你这儿 你也不能任运他 汉文帝一听这话 很生气 冷静下来以后 又听风唐一讲 风唐说了 你看 你这儿不是没有类似的人 云中太守 魏上 就是一个 能够正守一方的大将 有大将之才 但是你没用他 因为一点小事 你就把他关到监狱了 李广 那也是有名的大将 你也没有运啊 当然我们也要知道 汉文帝时期 有一个典故 叫做什么呢 逢唐一老 李广难逢 这个典故本身说的就是对人才的 没有任运啊 逢唐的那么大岁数了 最后才终于 脱运而出 李广 当然本身呢 没有被任运 也有他自身的原因 但是 后人也指出来了 李广如果生在 其他时代 比方说汉高祖时代 早就封为万户侯了 那么这个话呀 换句话来说就是 汉文帝运人 没有人尽其才啊 有这个嫌疑 退一步来讲 汉文帝那个时代啊 我们说他的既定的路线 就是要不搞 军兵独武 军兵独武不是汉文帝的选项 大战之后 需要修养生息 所以汉文帝是坚定不移的 把修养生息作为既定国策 所以这个时候 李广没有舞台情有可原 但是说李广不能被任运 冯汤不能被任运 魏尚没有真正的一展平生所学 包括贾怡这样的人 也因为这个工程的反对 被疏远 这个我们说 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遗憾 后世有历史学者忍不住假设 假如汉文帝能够使贾怡 胜当大任 那么汉王朝的气象 也许会更恢复 但历史不能假设 这是汉文帝时期 最令人惋惜的事情 我们常说人无完人 汉文帝也不是完人 汉文帝的这个侠持 在自治通奸中间是怎么记载的呢 通过三个人 他的运和不用 就能够很好的体现出来 汉文帝运人的这个毛病 这第一个人就是纪布 这个人是个大侠出身 曾经追随过项羽的人 我们说汉文帝运人犹疑不定 在纪布身上就是一个典型的体现 有人曾经给汉文帝举荐说 当时的这个河东郡守纪布 是个优秀的官员 汉文帝一听 就把纪布给招来了 纪布招到金里面以后 结果有人又跟这个汉文帝讲 说这个纪布这个人啊 独断专行 云武难治 还虚久好斗 建议你别运他 本来汉文帝把这个纪布招到金城 是准备运他做这个御史大夫的 也是唯一重任的 结果一听这话 汉文帝就游疑了 然后就把纪布晾了一个多月 晾了一个多月 总得招建 你把人家招来了 招建以后 不通不一样的说一番话 就准备让纪布去 纪布一看不对啊 纪布就跟汉文帝讲 当中你看我没啥功劳 没历什么突出的功劳 您就把我招来 您错爱我 招来了 您又没什么任运 也没什么说法 您就让我回去 我就在想 一定是有人在您刚才说了 推荐我 所以您把我招来了 现在呢 您又让我回去 什么说法没有 我在想 有可能是又有人说我的 不好了 所以接下来 纪布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的就非常 非常重了 夫 陛下以一人之欲而造成 以一人之悔而去成 惩恐天下有识 闻之 有以愧 陛下之浅生也 什么意思呢 说陛下你因为一个人 说我好 你就把我招来 又因为一个人说我不好 你就又让我回去 围成我恐怕呀 天下的人听说了这档子事以后 就发现了陛下您的生前 换句话说 因为我们今天老百姓的话就是 大家就知道你有几把刷子了 汉文帝什么翻译 听了继布这番话 默然良久 没说话 坑持了半天 汉文帝啊 最后说 河东郡啊 是我这个非常重要的郡 所以特地找你来谈谈 没别的 让他回去继续做他的河东郡手去了 我们说呀 这个汉文帝耳朵跟着软 在运人方面啊 不仅这个继布一个人有此遭遇 甲义大家想想 不也这样吗 汉文帝那么赏识甲义 可是群臣一反对 汉文帝马上把他疏远 这就是汉文帝运人上耳朵跟着软的问题 光纳建言 善用良策 在帝王身上通常都是优秀的品质 但是汉文帝刘衡 却与其他郡王有所不同 过于听从他人建议的他 多少有些丢失了帝王应有的霸气 以至于在用人方面屡屡遭人诟病 那么在后世看来 他耳根偏软 异信他人的性格特点 究竟是利还是弊 执政后期的刘衡 在选贤任能上 又出现了怎样的问题呢 当然对于汉文帝这个耳朵跟着软的这个挟持 后人啊 也有不同的看法 你就看他怎么想这个事 宋代有一个人叫王毛 他在一本书里边啊 叫野克丛书里边就指出 他说这个汉文帝内心本是人后的 那么他呢就不免轻信 就太容易相信别人说的事 谁一跟他说啥他就相信 对于执政者来讲 最高执政者来讲 我们说这是个毛病 这是个缺点 但是呢 这个缺点也因此使他能够广泛的采纳不同的意见 所以呢 往往可以救治失误 也就是及时的纠正错误 避免更大的过失 所以你看 凡事从两面来说 汉文帝耳朵跟着确实软 有失于亲近的毛病 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呢 这样的话 他就不容易犯大的错误 因为只要一犯错 立马有人说 有人一说他立马就改 最多犯点小错 所以 他有救治空间 换个角度看 这也不能说是大缺点 那么汉文帝运人 我们要看最典型的第二个人的选运 那就是新元平 汉文帝晚年啊 迷信 历代很多帝王 越到晚年越迷信 汉文帝也盖莫能为 他特别迷信 而赵国人新元平呢 以善于妄气组成 就是看天色 就能够看出一些东西了 所以汉文帝听说新元平这么神 就召见了新元平 这个新元平啊 到了长安以后就说 长安的这个东北有神 因为他结成了五彩之气 新元平这么一说 汉文帝就命人在这个 卫阳啊 修建五帝庙 然后呢 亲自去交际五帝 汉文帝对这个新元平啊 是特别的宠信 封他为上大府 赏赐泪千金 可以说是 新元平在汉文帝面前 红得发指 然后呢 文帝呢 还听了这个新元平的建议 让博士诸生啊 杂财六经中的记载 然后呢 汇集成一篇新的东西 王治 就讲一个国家的治国理论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礼记王治篇里边的主要内容 就这个里边 还谋划什么呢 谋划着这个帝王的 熏寿风扇等事宜 并且呢 还在这个长蒙厅的道北 设立了五帝潭 不久 新元平又开始 变榜加厉的 忽悠这个汉文帝 他跟汉文帝讲什么呢 我算出来了 今天太阳将再次出现在中天 这太阳已经是日到中天了 但是还会再次出现 汉文帝有这么神奇吗 果不其然 过了一会儿 太阳呢 向东退回去一段距离 重新又到中天 亲眼目睹了这么一个特殊的天象 这么一个怪异的天象 汉文帝对新元平佩服的是无体头地 由此 汉文帝和决定 要改元 为什么 有这么特殊的天象 为了纪念他 要改元 汉文帝啊 这个改元以后 新元平又跟汉文帝说 说周超的大鼎啊 在战乱的过程中间沉没在了湿水中间 黄河绝口以后啊 湿水跟黄河已经连起来了 我现在发现啊 有金宝之气 估计这周鼎有可能面世了 周鼎面世这也是盛世的象征啊 所以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建议啊 要通过济世来应接周鼎 你的济世 你不济世 他不会出现 汉文帝就派人在这个封印修庙 靠近黄河这个地方修庙 祈求这个周鼎的出现 但是过了不久 有人就举报了说 新元平这一系列的行为 这都是事先 他自己做的 他在忽悠你 汉文帝派人一查 最后证实 新元平确实是在忽悠他 新元平被诛灭三竹 从此以后 汉文帝对这个什么 立法呀 辐射呀 祭司鬼神呀 这些事情 心也就大了 也就没那么大兴趣了 对新元平的这个任运 这个无论如何来说 这是汉文帝的一个瑕疵 那么汉文帝任运的第三个 比较有争议的 也是争议最大的人物 那就是邓通 汉文帝对邓通 那就不是一般的宠幸了 他们之间的这个感情啊 说起来是挺传奇的 源于汉文帝的一个梦 汉文帝迷信啊 喜欢这个天天琢磨 苍生不老 我们经常讲 人就这样 日有所思就夜有所梦 结果有一天啊 汉文帝就做了个梦 梦见啥了 梦见自个儿正上天了 怎么样上不去 就在这个关键时候 后边出现了一个黄头狼 这就是一个管船的关 这个黄头狼呢 努力推了他一把 汉文帝就上去了 汉文帝回头一看 这个黄头狼 发现这个黄头狼呢 这个衣服的这个结啊 系在身子的后边 这个特征他记住了 醒了以后 他就记住这个特征了 汉文帝想这个梦挺奇巧 然后他就去这个 魏阳宫西边 仓池中的建台 这个地方是一个台子 下边池子中间有船 有一帮这个黄头狼 掌心船事宜的这些人 汉文帝就偷偷地观察 这帮黄头狼 结果就发现其中一个人呢 这个穿的一件 这个横摇的单短衫 这个衣服的后边 他就记了个结 汉文帝一看这个人 觉得就面熟 你想一想 他肯定原来要见过 他就问这个人 你叫啥名字 叫邓通 邓通 谐音邓通 汉文帝想 对了这叫邓通 我就想上天吗 就通过他 一下子对这个邓通 就有了好感了 人就这样 你要对谁有好感 那怎么看他怎么顺眼 所以汉文帝呢 看邓通就越看越顺眼 跟他关系就越来越近 而邓通这个人呢 个性温和 谨慎 低调 不张扬 汉文帝这么赏识他 要换一般人 小人得志 那就无法无天了 可邓通呢 低调谨慎 汉文帝赏赐他 给他假期 他都不回去 仍然天天继续在这值班 继续在这工作 汉文帝更喜欢了 我们知道 汉文帝本身的出生 他就是出生在这个政治的这个边缘 习惯于边缘 习惯于低调 所以他对这个邓通这种性格 就天然的有好感 所以这两人啊 意气相投 所以汉文帝啊 对邓通非常赏识 一连先后十几次赏识邓通 而且呢 汉文帝还把邓通加分为什么呢 太宗大夫 我们知道 甲仪 被汉文帝破格提拔的官职 就叫太宗大夫 当时 说实话 汉文帝 重信两个人 有才的重信 甲仪 无才的重信 邓通 汉文帝对邓通的重信 甚至含在甲仪之上 对他赏赐那么多钱 邓通时时刻刻 陪伴着自己的左右 结果呢 有一天 丞相生突家 生突家是个原则性 非常强的人 这个人原则性强到什么程度 从来不在自己家里边 接见官员 有事儿去单位 公事儿公办 别因为私事儿来找吻 你看这个人原则性多强 原则性强的人 当然看汉文帝 跟邓通这种关系 就有点看不惯 有一天 生突家上朝 邓通在这个旁边 陪伴着汉文帝 这个态度呀 他们就很亲密 这个亲密超越了 军营城的间隙 生突家就看不惯了 生突家就跟这个 汉文帝就讲 陛下你如果宠幸 亲近成子 你可以赏赐他 使他富贵 但是朝廷的礼仪 却不能不整数 邓通就是个太宗大夫 现在在朝廷上 跟你这关系太亲密了 太亲密了 这不和朝廷礼仪规矩 生突家这么一讲 生突家这么一讲 汉文帝也明白 马上就讲 这个你不必说了 我私下里边再告诫他 战朝以后呢 这生突家呀 觉得还是这个事情要管一管 然后就 以丞相的名义 招邓通到丞相府 来议事 邓通一看 这个生突家 丞相正式发文 要他去 他就不能不去 不去的话 这就是死罪 以下犯上了 而去 他知道绝对没好果子 是生突家看不惯他 急的邓通 赶紧跟文帝求情 怎么办呀 我去他非得弄死我不可 汉文帝看 你去吧 没事 去了 他也就是看你不顺眼 训训你 收人收拾你 没事 你去吧 差不多了 我去派人解救你 邓通战战战战 如律薄鞭的 来到了丞相府 生突家坐在大堂之上 对这个邓通就一番训斥 你身为人称 无人称之礼 你坐得太 失负了 你知道你身份吗 生突家呀 这么一番训斥 邓通啊 邓通吓得是脱下帽子 吃着双脚 向这个生突家 叩头请罪 但是生突家坐在那 门死不动 一点也没有赦免他的意思 邓通就一个在那磕头 磕得头都流血了 生突家仍然不表示宽恕 汉文帝啊 不能飞得忤逆皇帝 然后把他的家产 包括铜三都给超没了 然后呢 邓通就是一无所有了 我们说汉文帝这个人啊 尽管他有这个错性新元品 宠性邓通 这些为人诟病的地方 但是我们也要讲 人无完人 这些毛病属于什么呢 白壁为侠 无损用 无损汉文帝一代人军 一代明军的这个历史地位 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什么呢 是后世对汉文帝历史形象的 这个认知 纵观历史 中国古代的历代君王 都难以做到尽善尽美 汉文帝清隆伯父 让百姓休养升息 开创文景之治 却也在用人上过于谨慎 使王朝难有突破 正所谓千秋功过 留待后人评说 这样一位为盛世奠基 却又有着瑕疵的汉文帝 我们该如何评价 对于后世而言 汉文帝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请继续收看 评说资质通鉴第三部 第十集白币威侠 你看到了东汉末期 中长统曾经就讲 西文帝之于邓通可谓挚爱 而有展生徒家之志 府见任如此 则何换于左右小承载 就说汉文帝是宠信了邓通 可是他即便是宠信邓通 他也允许丞相生徒家 根据朝廷的法度来收拾邓通 所以说汉文帝是英明的君主 你看 这么英明的君主 即便他有宠爱的城子 这些人能造成大的祸患吗 他身边左右这些小城造不成大祸患 为什么 大士大菲特林的金 这就是说所有人把毛病也都能够说成优点了 就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了 所以说汉文帝的形象是越来越高 高到什么程度 我们说现在我们如何看待汉文帝这个人 说实话 汉文帝是个很有人情味的皇帝 他确实是跟其他皇帝不一样 以今天人的标准来看 汉文帝出生虽然说是显贵 但是一出生就比较坎坷 又长期处在代国这个边疆之地 所以汉文帝这个人呢 他当时一直远离政治中心 个人呢比较随性 而且继承大同以后 也保留了在长期的边疆之地 因为他毕竟23才当着皇帝 这个时候三观早就点定了 所以保留了当年的好多好品质 比方说尚武精神 尚武的人心情当然要豁达一些 格局也更高远一些 另外的话呢 汉文帝这个人啊 人情味比较重 没那么多规矩价值 同时呢 在军国大事的这个执行方面呢 因为他长期处在 有内忧外患的这个环境中间 所以说他胜之又胜 运人呢 偏于保守 甚至不惜驱才甲仪 但是呢 他又能够慧眼诗人 比方说对周亚夫的任运 他也重新小城 比方说重新邓通 可是他又能够把这个 国家的公事和个人的生活 私事这个空间 给封得清清楚楚 所以这个人啊 确实是一个少见的帝王 现在史记研究大家啊 张大可教授就曾经指出 说汉文帝这个人啊 有五个义和五个唯义 可以给他作为一个评价 说汉文帝是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开放言论 实行言者无罪的皇帝 说汉文帝是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 免出农业税的皇帝 说汉文帝是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 不以义为法 就是不根据自己的好恶 来决定刑法 而是说完全 宗重司法独立的 这么一个皇帝 说汉文帝呢 他是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 实行善者淫之主张 市场经济的皇帝 说汉文帝呢 是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 功心节俭 示范驳障的皇帝 这都是他美好的品质 所以司马迁说汉文帝是 当之无愧的人君 那么汉文帝也如此 汉文帝的继位者 刘启 汉景帝 以及他的君臣 又都是一些什么人 他们都干了一些什么事呢 请看下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